这里是小春电影,我是小麦 本期要推荐的短片是《桥牌搭档》 55岁的玛莎是一个胆怯懦弱的家庭妇人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喜欢到一家桥牌俱乐部去解闷 可玛莎又患有社交口之症,一直无法融入社会群体 导致每次都没人愿意和她搭档 与此同时,一双精致的蓝底高跟鞋溢入眼帘 俱乐部来了一个叫维亚的新成员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负责人便安排两人组成搭档 可玛莎一次见面,马莎就差点被她过分的热情吓到 当得知对方即和自己同龄时 她不免对这个打扮时髦,气质高贵的女人心生妒忌 由于马莎的桥牌技术很烂 还没打上几个回合,旁边的两个玩伴便大为不满 当场棄局离开 维亚不但漂亮自信,还非常的善解人意 她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 反而表示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可让马莎想不到的是 两人在约定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维亚推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耳语道 我要杀了你 从此,这个神秘的贵妇 让马莎感到压抑恐慌 回到家后,她先是发现厨房有诡异的声响 还冷不丁地有人影从身后闪过 这些诡异的事情 让马莎更加坚定 维亚要害自己的设想 可丈夫听完乔牌俱乐部的事情 反而认为妻子是无中生有 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甚至宁可看电视上的高尔夫球 也不愿意替马莎继续唠叨 只是用一些敷衍的话来随便应付 从两个人的交流对话 镜头闪过不和谐的结婚照 再到和丈夫分床而睡的桥段 一些细节上都可以看出 马莎不善于交际 婚姻也属于不和谐的状态 由此可见 她过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福的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不管马莎走到哪里 总能看到维亚的身影 先是在该洗店门口偶遇 接着在超市门口的停车场 耳边又响起那双 踢他踢他的脚步声 为了保命 她找到俱乐部的负责人 提出自己要还搭档的想法 可负责人拒绝了这个提议 表示俱乐部现在没有合适的人 而且要给她找固定搭档 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 让马莎产生恐惧根源的 还是我要杀了你那句话 可在她的内心深处 却无法掩饰对维亚农中的妒忌心 在美容美发的间隙 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幻想 穿着和对方一模一样的高跟鞋 换上优雅名贵的联姻裙 能吸引到每个人的注意 便是她渴望的完美人生 时间来到三天之后 又到了桥牌俱乐部的聚会时间 和往常不同的是 马莎带来了一个亲手做的大蛋糕 想和大伙分享美食的同时 更希望能多交几个朋友 可当走进俱乐部的大门 她才发现 整个大厅只有维亚一人 其他成员一个都没出现 而令她感到尴尬的是 维亚不但客气地打招呼 还热情地帮忙倒茶 这些善意的举动 也使得马莎开始坦诚相对 一口气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之前的那句 我要杀了你 应该是自己听错了 维亚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事 而是认为她的胆子的确够小 和接下来 自己要说的故事正好对应 有时候 维亚会进入羊圈 咬死羔羊 并不是为了吃它们 只是一种条件反射 这些内容让马莎听得很不舒服 她马上拆开话题 想找机会离开 可维亚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越说越起劲 脸上的表情 也开始变得阴森 她一边用刀切着奶油蛋糕 一边继续说道 羔羊越是尖叫 越是惊慌失措 维亚就会越心愿 这是本能在作怪 维亚把切好的蛋糕 递给马莎 有些兴奋地表示 她是自己的羔羊 马莎的内心显然是崩溃的 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回忆 她在用盘子切蛋糕的时候 维亚已经完全处于抗分状态 表示自己就是那只猎狗 还没能马莎反应过来 就开始了可怕的一幕 只见对方全身如同着了魔 和狗一样乱废 而当马莎的性命 被进一步威胁升级 她的脸上 反而露出了舒坦的表情 此刻 她内心的嫉妒 就像盘子上的刀一样 求生的欲望 已经突破了极限 维亚怎么也不会料到 眼前的这只猎物 已经变成了一只 披着羊皮的狼 这个开放式结尾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马莎的性格过度扭曲 从而虚构出 维亚这个人物 整部戏都是她的臆想 回归电影本身 导演用金属悬音的主题 想解释一些极端可怕 事情的根源 通过高阳和猎狗的暗讽故事 加上两个资深女戏骨的表演 来阐明 有些人天生具有杀戮性 同时也没有绝对弱者的观点 对于这个唏嘘苛刻式的结尾 你还能解读到 哪些事情呢 这里是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